欢迎回到ezy的频道 那这期视频呢 你们又看见小桌板了 因为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双鞋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aj3的patchwork配色 那我相信一些老鞋头呢 看这个鞋盒马上就high了 是吧 因为这个鞋盒呢 上面用了这种插画的模式 非常非常的良心 也很有这种OG的味道 如果大家仔细看呢 上面会有这种aj的一些scatch 一些草图 包括乔丹的漫画 以及乔丹本人的一些照片 那咱们开始介绍这双球鞋之前呢 我觉得一定要说的是 这双球鞋可能是 本年度最被低估的一双aj 那如果说去年有一双 最被低估的aj 我可能会选aj5的Water那个配色 因为那个配色呢 也是相当于用了多种皮质 而且那双鞋的配色 也是从aj5比较火爆的鞋 上面采取的一些灵感 虽然热度不高 再售价值没有炒得起来 但我认为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一双球鞋 那今年这一次呢 我可能会把最低估的一双aj 给到这一双球鞋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是这双鞋呢 左右是一个鸳鸯配色啊 它两个这种啊 迷彩的花纹 或者是上面打的这种补丁的质感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双鞋比较好的 是它的一个鸳鸯的设计 左右的这个迷彩的花纹 包括它上面这种啊 质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也是有一种啊 WORD系列的味道 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双球鞋的细节 首先整个鞋面摸起来啊 它是多种材质拼接的 那在脚后跟这一个部位呢 是一个长毛的脊皮材质 包括鞋头前面这个部位也是相同的材质 只不过配色不一样 前面是一个均绿色啊 那后边是一个这种大地色系 那在toebox这个部位以及脚后跟啊 上半部分这个部位呢 它采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质地 这好像是一个帆布质感啊 那外侧的上面的飞翼部位呢 包括里侧啊 前半部分这个鞋带扣的部位呢 则为一个迷彩的质感 那这次的鞋舌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啊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柔软度的 好 那这次鞋舌的内衬呢 则为一个橙色啊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很pop的一种感觉 那这个选择呢 直接给这双球鞋增加了一些色彩 好 那鞋的中底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为一个很普通的AJ3的中底 那脚后边的部位呢 也是有一个漆窗 正常来讲一双AJ3呢 后边会是一个塑料片 那这一次呢 换成了一个这种长毛脊皮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设计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现了 就是如果你把后边的这个位置 给它翻过来 里边其实会有一个字样 那右脚的这一支呢 上面写着Textile Multi 左脚的这一支呢 我觉得比较有趣 上面写着Air Jordan 3 Special Projects 好 整个左脚这一支呢 皮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拼接的这种组合方式啊 不太一样 包括鞋舌上面呢 也是用了一个另外的颜色 好 那双鞋鞋的外底呢 则有一些呃 橙色元素 包括前脚掌的这个防滑垫 以及啊 中间脚掌这个部位的Jordan Logo 好 这双鞋 其实默认呢 是一个黑颜色的鞋带 但是呢 他还给你带了另外两个颜色的鞋带 一个是这种橙颜色的鞋带 那这个颜色呢 跟鞋底上的橙色 包括鞋舌内侧的橙色是一样的 好 另外一条鞋带呢 是一个Top Haze的配色 那屏幕前的观众呢 如果手里有这个Top Haze的AJ4 或者是这个Union AJ4 你可以看到颜色是非常相近的 那我手里的这双Union呢 其实颜色偏浅 但如果你有真正的这个Top Haze的AJ4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跟它很接近 一般情况下啊 我穿这种鸳鸯的球鞋呢 我会把一只脚换成这个彩色的鞋带 所以这一次呢 我应该上脚也会把其中一只呢 换成这个橙色的鞋带 好 那除了鞋带以外呢 他还带了两个Nike Air Logo的sticker 那这个我不知道能够贴在哪里 咱们尝试一下 啊 我就一猜 就是把这个后边的Jumpman Logo 换成Nike Air Logo的 果然可以 那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原来呢 是一个Jumpman Logo 那可以贴到这个Nike的Air Logo 看起来比较OG一点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啊 应该是把这个Nike返过来 那这样我觉得蛮好玩的 好 那聊了这么多呢 我们现在把装备就先拿到户外 看看在户外的光线下 上脚到底帅不帅 炸不炸 好像是比黑的好看 那么好看 看起来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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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上有归来我们一起来评测一下这双球鞋 首先是这双鞋的颜值 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迷彩这个口味的 之前这个Dunk出这种迷彩的配色呢 我也是尝试了多次去抢啊 那终于抢到了自己的白迷彩跟黑迷彩 但是在AJ这个系列呢 我并没有拥有一双迷彩配色的球鞋 所以这一次出这个配色呢 我个人是当然一定要冲的 这一次能够原价money到这双球鞋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好 我觉得男生来讲啊 穿一双迷彩或者是类似于均绿这种配色 那颜值至少可以值一个8.5到9分左右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穿搭 首先这双球鞋 我觉得男生穿真的是没毛病 那我觉得你上身简简单单穿一个T恤 可能是纯色啊白颜色或者其他颜色都好 那包括我上面这种啊 黑白相近的颜色也没问题 那下身呢穿一个牛仔短裤 那脚底搭这么一双迷彩配色完全是没毛病 我总感觉迷彩跟牛仔裤就是一个天然搭的状态 那如果你想穿的运动一些呢 我觉得也完全没毛病 那整体而言呢 我感觉它的穿搭性在我这里会值一个8分左右 好 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双球鞋的舒适性 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AJ3的脚感的 首先鞋底呢软硬适中 鞋面呢包裹性很强 同时呢又相对比较柔软 那这一次的鞋舌呢做的就更加柔软 所以舒适性在我这里呢可能会值一个8分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双球鞋的做工 那这一次呢做工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啊 它至少做了一个这种拼接 所以呢它生产起来呢难度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所以诚意呢也就足够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啊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皮质 它是一个这种牛仔的拼接 所以从材质上讲呢 可能它的这个分数会稍微低一些 好 整体而言呢它的材质或者说做工 我可能会给一个7分左右 好 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双球鞋的保养性啊 首先帆布质地呢脏了就没办法 只能洗只能刷 它不像这种皮质啊 你简单擦一擦就OK 比如我旁边的这双北卡兰AJ3呢 它是一个荔枝皮 那这个皮质就柔软的多了 打理起来呢我认为也相对简单 其实脏了以后用湿纸巾简单擦拭一下就可以 那我手里的这双阿妈曼尼尔呢 它的打理性就其次 因为它至少用了一些这种啊长毛脊皮的材质 它还是怕水的 或者是脏了以后呢你也只能去刷 好那这双球鞋呢就比刚才那两双都要难打理 因为它上面的材质太多了 那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个人来穿呢 我会可能把这双球鞋穿成一种脏脏鞋的感觉 有一些这种岁月的痕迹 我觉得这双鞋反而会更加的好看 好最后呢是这双球鞋的投资性 那我呢原价Money到三双这个球鞋 那之前Money到一双14码跟一双10.5码 那两双呢都大概以270美金左右的价格卖掉了 刚卖掉呢我就觉得我可能卖便宜了 但其实你现在看啊这双球鞋的价格呢略有走低的趋势 但是长期而言呢我非常看好这双球鞋 因为本身迷彩的球鞋就比较少 那加上迷彩加上AJ这两个元素碰撞在一起呢 我认为会出现一些激烈的火化 再加上一个这么良心的鞋盒真的是不多见 所以如果你手里还有这么几双球鞋 如果之前价格高的时候呢你没有及时卖掉 我是觉得你可以再囤一段时间 那这双球鞋的投资性呢我应该会给一个6分左右 我是很看好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如果你喜欢ezy的视频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ezy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转发加留言 你这么做的话会帮助ezy的频道快速的成长 同时呢把ezy的内容推荐给更多喜欢球鞋的朋友 好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